唉 今天跟大家來開箱一下黑洋的AND濾鏡 我買了兩個 一個是AND32 一個是AND16 來適用於穿越機上面的 其實它的價格也不算貴 一個就30多塊而已 開箱 它有一個薄的脖子來保護 唉 它這個外包裝的做工其實還是不錯的 當你的穿越機畫面很抖的時候 你就需要你的剪光鏡來剪光 來剪低快門的速度 從而就可以剪低抖動的效果 這個16ND感覺有點奇怪 它是兩個薄的疊在一起的 如果那兩個薄的疊在一起 那可能就是兩個ND8疊在一起 變成AND16這樣子 因為它這裡有倒角之類的 就凸出來很明顯 就有兩塊片來疊在一起的 然後AND32的話就很整齊一塊 但其實買一種很大的晶片劑 切割也行 只要你有這個尺寸的話 你就切割也 然後套到你的打印鍵上面 因為它黑洋的濾鏡是可以適配GoPro的 然後Action2也可以 只要你的打印鍵可以塞進去就可以了 鮮魚上面會有一些買家 它會做那種打印鍵 可以讓你裝你的運動相機之餘 還可以把晶片掛上去的 感覺ND16這個有一點坑 用兩個片疊在一起的 就可以買這種或者你自己打印這種 可以插ND濾鏡的這種打印鍵 其實一推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你的相機直接掛進去 就可以達到ND的效果 就非常的簡單 拔的話就直接拔出來就行了 但是拔出來的話呢 會沾到指紋 黑洋沒有準備抹布 就要自己準備一塊抹布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三年 我們下次再見